所以這樣排有效嗎 我們這邊幫你舉了 三種不同排毒的方向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全插排請準備 請選擇 全部圈 對啊 沒有人持反對的意見 淋巴本來就會排毒的不是嗎 對啊 是啊 我覺得為什麼會覺得 我也是一個問號 後來有一次我愛按 你就會發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們有這樣一個共通的動作 他只要到末梢的時候 那個幫你按摩的地方 都會這樣甩 有沒有 甩什麼呢 他從裡面讓他甩掉 甩掉 把你的毒牌 你為什麼要這個動作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就說 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把 因為我們身上有毒 然後有不好的一些東西 我給他 然後他一定要甩掉 因為他從你身體帶出來之後 會跑到他身體 所以他一定要順手甩掉 這樣甩就甩掉了 沒有 他說不然他們很 他說 他的毒氣會在身上 所以你會覺得很荒謬對不對 他說錯 然後他們就曾經 有些年輕美容師跟我講說 他們就不管嘛 就按就按 完了 回去躺一個禮拜 怎麼樣就不對勁 可是中醫好像有 我知道有些中醫他們說 怕病氣上來 所以他們甚至會帶一個浴 或是用什麼東西 希望就是隔絕 真的喔 因為我們很多中醫師 中醫應該相信吧 很多人當你醫生 自己的磁場不好 醫生休息不夠 他有時候把脈 很多中醫師會告訴我 年輕的中醫師 他說為什麼那個患者的磁場 會到身體裡面來 因為我們人有氣 這是一定事實 連老外都有QI CHI這個氣的東西 只是它是叫磁場 可是是目前是測不到的 可是他就是有 所以當我們人體的狀況不好 你就發現 很多病氣會到我們身體來 是真的會無形中 就過過來這樣查 對 醫生會覺得 他這個會感覺冷的感覺 會有麻的感覺 會從把脈的時候傳上來 我覺得即使他沒有排毒 但他有排水的功能 就是通常我按完 只要上半部的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你的臉 因為他就是會把水腫 怎麼可能 有 按摩會 妳是說頭部的淋巴排毒 對 頭部的淋巴 它包括這裡 然後它就會按到脖子這邊 然後讓它排出去 然後臉就變小 它有效期間會多久 有效期間就是一兩... 一個禮拜吧 還要再回去排 妳要是太腦累 太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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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這個顧化得多嚴重 這不得了 太腦了 黃先生的淋巴按摩 到底能不能排毒 那我們現在知道 淋巴是來做什麼用的 淋巴它是一個循環 我們身體裡面有個血液循環 另外一個淋巴循環 淋巴循環是來輔助這個血液的循環 把你組織的一些液體 回到我們的心臟那邊 那當然另外淋巴 有另外一個 它可以產生一個免疫的細胞 很多的免疫細胞在淋巴再產生 那剛才有提到說 如果你本身四肢有水腫的話 你透過一些適當的按摩 會讓這些淋巴回到你的中心的話 你的那些水腫的狀況 是會改善的 那基本上它是讓你水腫的情況改善 但這並不等於叫做排毒 那基本上很多東西 只要掛上一個排毒的話 那你就覺得說 你可能普通的按摩只要個500或800 加上一個淋巴排毒的話 可能一千兩千 然後另外它沒有達到 你所謂的那種排毒的功用 但是它會讓你按完之後 你會覺得你可能末端的這個地方 它的水腫能夠消失 隔天洗牌尤其是頭部 因為畢竟我們很多末梢 頭部的如果說組織有淤肌的話 它本身就造成比較腫脹 所以如果沒有缺淋巴按摩 讓它回到中樞來 對 它還是會慢慢回來 充分的休息 睡眠等等 它也就會回來 也會回來 所以根本不用去按它 本來就是不需要 它後面促進循環 對 它有促進到循環的作用 但是像這樣子按淋巴 如果不能夠所謂的排毒 但它會不會有缺點 如果說其實我們淋巴 它本身的組織 淋巴液是在我們淋巴的 裡面的小管裡面 它本身小管皮是很薄的 我們常說很多時候感冒的時候 你會發現耳朵或是頸部淋巴結會腫大 這腫大淋巴結 基本上你是不能去推拿的 你本身去推拿的話 會造成裡面的一些病菌 往外擴散 像是包括什麼癌細胞還是什麼之類 對 沒錯 如果是癌細胞 如果要去推拿的話 本身也會沿著淋巴系統 而往旁邊擴散 因為我記得在很多年前 有一位歌手 我突然忘記名字 他就是不舒服 然後去推 推了之後整個擴散 後來癌細胞整個就... 我知道你講的是誰 但如果是一般健康的人 沒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去做所謂淋巴按摩的話 是還好 如果說他本身 他的淋巴系統 淋巴結都沒有腫的話 做這些簡單的外壓 因為淋巴的 它本身的循環是比較深部的 我們一般來說 不見得按得到 對 不見得按得到 因為體表來說 其實我們的血液循環 包括表顯性的靜脈 還有深部在動脈旁邊的靜脈 那一般淋巴 它是屬於比較深層的 所以一般來說 你要按摩到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那個效果也不一定那麼大 中醫的角度會不會全是不一樣 方向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身體的淋巴結 大概有800多個 那常見大家就說 剛才王醫師提到的 就是頸部 腋下 鎖骨 屬膝部 膝蓋的後面 那在這個淋巴 在中醫叫做 就是在肝膽精的前面那一個 就是該休息了 該放鬆了 那淋巴 大家說按摩 我是覺得跟王醫師想法是一樣 我們中醫並沒有淋巴按摩 這四個專有名字 這四個字 那淋巴它就是從遠心端 回到我們近心端 所以各位 假如你真的給人家按摩 覺得淋巴按摩有放鬆 那事實上就是 你就從遠心端一直按摩著回來 從腳 小腿拍一拍 走走路 然後手抖一抖 剛才王醫師說手抖一抖 甩一甩 對 甩一抖一抖 人家也沒有甩掉 甩... 對啊 真的可以啊 對啊 那為什麼不自己甩 要讓人家來甩呢 還要花錢 還要花錢 泡泡長貴耶 三交筋在哪裡 就在我們手的背部 所以我們只要拍膽精 那事實上就拍三交筋 就拍淋巴了 對 就拍淋巴了 這樣拍淋巴 對 促進我們的一些 血液循環回流的 所以它就淋巴跟血液循環 是一樣的意思 是啊 那不是有人說看指甲 也可以看出淋巴有沒有問題嗎 沒有錯 指甲的部分 因為我們指甲是跟這個 肝膽精有關的 所以你的指甲假假如說比較 一般我們指甲是光滑 潤澤 是有半透明的 假如你發現你的指甲 是比較黃色的 或者是發白 發紅 發紫色 都不對了 就是你的淋巴排毒系統出問題了 那還有剛才有提到 冠有提到就看舌頭 舌頭比較偏白的啦 偏紅的 就是你的陰陽失衡了 要注意看自己的舌頭 也滿重要的 我剛剛講太白 太紅也不行啊 太紅就上火嘛 太白就身體太濕了 所以多餘的組織液太多了 所謂太白就可能舌胎啦 看起來像奶油在你的舌面上 那就不太對 那太紅就是你的黏膜很容易上火 所以很多觀察的指標 對 但是如果回到這個淋巴的問題的話 那如果真的出了狀況 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嚴重又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平常啊 真的感覺不到淋巴的存在 可是有些人他們就會很明確地 感受到淋巴的存在 哪些人呢 像有些女生 有些女生比如說做了乳癌手術 甚至做了一些婦科手術 結果就影響到這附近的淋巴結 結果她甚至啊 因為有時候要清空嘛 結果因為她沒有淋巴結 她就是沒有辦法 等於沒有幫浦把這些東西吸回來 所以她有時候整個手會腫得非常的大 因為她淋巴沒有辦法回來 甚至有些人腳也是 她做婦科手術 可能那附近有一些 也是摘除了淋巴結或是怎樣 她整隻比如說右腿跟左腿一比 可能這一隻腿是她的兩倍大的 所以他們就會明確地感到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你淋巴 沒有辦法順利往心臟這個方向流 所以為什麼她剛才說 就與其去給人家引流 不如去運動 因為你肌肉的收縮 可以幫助她往上壓 是喔 那如果這個運動 是一般散步這種緩和也算是嗎 都OK 其實現在的觀念 知道妳每天有運動都好 動就好 其實基本上妳是 讓別人淋巴循環更好 讓她的循環也好 還有她拿那拆 謝謝妳 真的耶 我們都浪費好多錢喔 對啊 而且我們根本沒有甩 是她們在甩 是她嗎 是妳幫她排毒啦 沒有 冠宜妳要來找我啦 我幫妳挨啊 媽媽的錢給我 你們兩個都互相按啦 互相按 我啦 互相甩 谢谢大家